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才琼老师讲授 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闪光灯的部分 前面的单元我们跟同学分享的是 外面自然光的一个利用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反向去思考 当我没有自然光的时候 我怎么样利用随身的闪光的一个部分 来补助我所需要的一个光度 那闪光灯最主要在摄影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呢是会遇到主体周光的 周遭的一个光线过暗 那你就必须要依靠辅助光来提高主体的光度 那最稳定而且最方便的辅助光 当然就是闪光灯 因为你不见得是在摄影棚 可以有好的蓬灯来做一个辅助 所以呢 闪光灯的利用 在随身上面呢 就变成非常必须性的一个内容 那通常你去买闪光灯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有这么多种样式 老板问你说 请问你要买哪一种闪光灯 你会发现说 不知道呢 我只是要一个灯 可以来做一个辅助灯光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希望带领同学去了解基本闪光灯的一个基础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 闪光灯的一个构造 然后并且跟同学谈闪光灯辅助距离的关系 第三个部分呢 是手动闪灯的设定模式 那第四个部分 第五个部分 谈的分别是半自动闪灯的设定 跟全自动闪灯的设定模式 那你可能在这边就会问到 我去买一个闪光灯 不就是应该属于全自动的闪灯模式吗 其实不然 除非说你非常准确的 购买同品牌的这个设定的闪灯 不然通常来讲 你坊间买不同品牌的闪灯 时常你买到的时候 当你的热靴套上去 你就会发现 你只能做到半自动的部分 只能做到半自动的部分 那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从手动的闪灯 分享到全自动的闪灯设定 那第六个部分 我们分享的是这个闪灯的电源 第七是它的引发装置 那第八是它的同步 电源引发装置跟同步这三个部分 是基础的一个联动的关系 最后面呢 我们会谈手动模式和闪灯指示的一个GN值 那我们首先呢 就跟同学谈的是闪光灯的基础构造 闪光灯的基础构造 那闪光灯的基础构造包括几个部分 一个呢 是装在反射器上面的灯管 然后呢 会有一组电池 那当然有没有可能没电池 也有哦 后续会讲 那另外呢 会有控制闪光的电子电路 第四个部分 可以把电池的电压转换成高压电压 450伏特的一个变压器 那另外呢 最后还要需要可以聚集这些高压电压的一个电容器 当然后续就要经过这些设备 去做一个发射光源的一个动作 如果是自动闪光灯的话呢 内部的电路呢 并且能够控制闪光灯的发光量 那你说 我每次打出去的发光量 为什么会不一样 它牵涉到距离的问题 牵涉到你的需求度的问题 牵涉到它打出去的范围 那这个通常来讲 就要跟你在前面设定的什么光圈 设定的光圈跟快门 来做一个相互搭配的一个模式 比如说你用P 你用A 这样子来搭配闪光灯 它才能做成这个同步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后续我们也会再跟各位同学谈到 那电路跟一个感应器的一个连接 它可以侦测反射自射光 被射物体的一个光亮 而让这个电路呢 做出最适当光亮的控制反应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发现 那我闪光灯在用的时候呢 跟距离之间就具有很重要的关系了 那感应器一般都是装设在闪光灯的前端 或者是在相机里面 靠电路来连接闪灯 那为什么会在相机里面 有啊 我们现在的相机呢 都会附属一个小小的闪光灯 那你说有了这个闪光灯 是不是就够了呢 通常来讲 它的发光度并不是那么完善的 它的距离呢 也没有办法 也比较没有办法 这个做比较长距离的一个判定 通常来讲 这个小型的 在相机上面附属的闪光灯 只可以做近距离的一个需求 那偶尔使用的话 这个也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你时常拍一些 比如说这个室内的环境呢 或者是这个婚宴的会场啊 那甚至同学后续呢 会去拍这个建筑体内部空间的一个需求 而这些空间 当没有自然光源透进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闪光灯就变得非常的必须了 闪光灯的构造三 我们来讲按一下快门按钮的时候 相机的一个开关呢 瞬间启动 它会同步启动闪光灯 那储存在闪光灯里面 电容器里面的高压电力 在瞬间呢 会就充满闪气 那这个灯管 会在把这个灯管里面的这个光源放射出来 做一个放电的动作 然后呢 产生非常短处强烈闪光闪光灯管的一个内涵 那一般来讲呢 这个灯管的寿命是很长的 大部分 好像会不太容易坏掉 那可以反复的使用万字以上 好 闪光灯呢 寿命时间的 打出去时间的一个长短 跟发光量的多寡会成正比 好 发光量越多 闪光的时间就会越长 好 那发光量相对的越少的时候呢 闪光的时间就会越短 好 一般小型的闪光灯呢 闪光的速度大约是千分之一秒 或者是更短的一个状况 那这种快速的闪光灯呢 能够很容易拍摄到运动主体的一个凝固影像 好 这个是一般我们这个 可以买得到的 常用的闪光灯的一个状况 他可以在瞬间上面做一个凝聚的动作 好 那一个标准的闪光灯 大概长得像图面上面右侧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管状排列的一个表 那你就会去思考 那这些数值代表什么 好 所以在这边就跟同学分享 第一的部分呢 我们反映的是距离跟光圈对照的关系 好 那你光圈的大小 好 跟这个反射之间需求光度的一个补助 好 都会有所影响 那这边就给你一个基本的判定值 在D的这个部分 那E的部分呢 指的是我们可以去做模式的切换 好 去切换TTL 好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好 F的部分呢 就是电源开关 当你把这个闪灯呢 接到你相机上的时候 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这个电源开关打开 那这个时候呢 才能联动它去做一个同步的动作 好 底下我们谈闪光灯辅助的距离关系 好 那这个距离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跟闪光灯 好 它的发光量有很大的关系 好 所以我们都在谈说 我的颈身够不够 我的取景面积是怎么样子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会去选择不同焦距的一个镜头 对于到达软片上面光线的多寡 通常来讲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距离对光圈跟快门的多少 也比较没有意义 好 但是当你利用闪光灯来辅助摄影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闪光灯到拍摄物 拍摄主体之间的距离呢 就变成非常关键 是不是能拍出成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 好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有闪光灯跟没闪光灯之下 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性 好 闪灯辅助距离的第二件事情 好 我们谈 假使呢 被摄物体离闪光灯非常近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光线扩散的范围不大 好 那这个时候 你拍摄的主体就会显得比较光亮 好 距离很近的时候 你拍摄的主体完成的时候会比较光亮 好 那如果呢 是对同一个闪光灯而言呢 被摄物体离闪光灯越远的话 那当然 它受光的光亮就会比较少 所以呢 它会显得比较暗淡 换个角度想 它可能显得比较柔和 好 那你是拍摄人像的时候 如果距离很近 又补充闪光灯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呀 这个脸怎么拍起来都油光满面的 会油光满面的 那闪光灯的使用呢 是建立在闪光灯到拍摄主体之间的一个距离 跟照度之间的变化关系上面 所以这边就要跟同学谈 如果呢 B的距离是A的两倍的话 那B的照度呢 就会变成A的四分之一 它距离越远 那照度就会减少 那但是呢 两倍的话 它会照度变成四分之一 这句话在谈什么 这句话在谈主体的照度和距离的平方乘反比 主体的照度和距离的平方乘反比 好 底下我们开始来谈闪光灯的类型 第一个部分跟同学分享手动闪光灯 好 手动闪光灯 好 当闪光灯呢 设定在手动模式的时候呢 每一次闪光的时候 闪光灯以一定的时间 释放出相同的光亮 相同的光亮 对大多数的闪光灯而言呢 这些释出的光亮呢 是这个闪光灯的最大值 那当然呢 有一些手动的闪光灯 也可以设定是全部光亮的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十六分之一 等等不同的段数 好 手动闪光灯的设定呢 在手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每一个闪光灯到拍摄主体的距离 决定了光圈值的选择 所以刚刚前面讲到光圈值跟闪光灯之间 这个拍摄的距离之间 它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关系 它会形成一定的关系 距离越远的话 光圈的开口就应该越大 而距离越远的话 光圈的开口就应该要越小 好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顺便跟同学提点 下面这边的部分 模式的选择 模式的选择 如果你选择右半边的部分 右半边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设定手动 F四分之一 或十六分之一 所谓的F就是-Full 就是全部的光亮 好那Auto的部分呢 表示半自动的一个模式 半自动的模式 而TTL表示全自动的模式 这个是一般我们常看到的闪灯 好底下我们跟同学分享 半自动闪光灯 半自动闪光灯 那你说为什么它叫半自动闪光灯 它一定具有半自动的特性 那哪一个部分是属于半自动呢 好以下我们来分析 好所谓半自动闪光灯的模式 特色是闪光灯上面呢 会有一个光线的感应器 用来控制闪光的时间 好闪光灯呢 离被射物体很近的时候 被射物体呢 很快就得到充足的光线 所以呢 反射回来的光线 经过感应器告诉你说 我已经够了 所以它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马上经过计算以后 闪光灯便释放出光亮 达到这个设定值 就把它切断 那这个时间呢 大概是五千分之一秒 三千分之一秒 非常短的时间 那如果被射物体呢 离闪光灯比较远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闪光灯释放的光线时间 就会比较长 以便得到比较多的一个光亮 这个时候大约是千分之一秒 或五千分之一秒 底下跟同学谈的是 全自动闪光灯的部分 刚刚前面半自动 我们再复习一下 来看一下哦 半自动是控制什么 控制 我去感应距离 然后我就决定 我的光亮要示出多少 全自动就告诉你说 我这些东西 我全部自己来判断 好 全自动闪光灯呢 通常来讲都是单一相机 为了某一个特定厂牌 互相搭配设计的 那通常都是35mini的相机 设计的 这个全自动闪光灯 那通常来讲 如果你的相机买的是 加厂牌的相机 而你买一厂牌的 自动闪光灯 它就不一定可以达到 全自动的模式 但是呢 不能达到全自动 也都可以达到 半自动的一个设定方式 那当然最方便的就是 你带着你的机身 去配配看 它是不是 就算不同品牌 是不是有一个相容性 好 底下来谈 全自动闪光灯自动的功能 目前一般全自动闪光灯呢 都会有下面几种自动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 它可以自动为相机设定 闪光灯同速度 闪光灯同速度 不论当初呢 所设定的快门速度是什么样子 当闪光灯一旦架设在相机上面 而且充电完毕的时候 那它自动设定机能呢 就可以即时生效 它就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判定 第二个自动功能是 前面所说的 半自动闪光灯 所附的感应器的功能 它可以很快的去执行 自动测光的一个功效 可以透过TTL闪光系统 来有效的控制闪光亮 也就是说 在半自动的时候呢 我们利用这个 所谓的半自动 就是说它会去判别 它会去判别这个距离 跟光亮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部分在全自动上面 也是有的 那这个系统的感应器呢 通常是附在相机里面 镜头后面 这个自动系统可以判定 我多少距离 应该要多少视光亮 多少光亮才会足够 那全自动的模式呢 就比半自动的模式更周全 而且更方便了 能够在任何一个光圈值下面 正确的进行工作 并且呢 不像半自动相机模式之下 只允许这个系统 在一个特定的光圈值 那特定的有效距离之下 才能发挥作用 它可以在不同的光圈值上面 去做自行的一个判别 那在全自动的一个系统之下呢 在一定的距离条件之下呢 光圈开口越大 光圈开口越大 所需要释放的光亮会越少 光圈开口越大 需要释放的光亮越少 光圈开口越小 需要释放的光亮越多 好 这两句话 请同学务必记得 这个是闪光灯跟光圈之间关系的一个调配值 那当然刚刚你看到那个图像 你可以知道 它都会有一个标示 来让你知道 闪灯跟光圈之间的关系 那通常来讲 你也可以透过景观窗里面 或者是荧幕上面的一个显示 背板荧幕上面的显示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光圈值跟这个闪光灯之间的数值关系 就经过电子式的判定以后 它的数值关系是什么 那甚至在相机的显示器里面 它也可以告诉你说 你的EV值如何 要不要补正 要不要去做一个修正的动作 这些都会有具有同步的一个特性 好 底下我们来谈一谈闪光灯的电源 跟它的引发装置 那当然也就是告诉你说 底下我们要谈的是它的驱动 它的驱动 通常来讲 我们这边不谈大型的闪光灯 这跟同学谈你随身携带 时常用的小型闪光灯 小型闪光灯里面的电源 可以分成两种 它可以接收两种电源 一个是家庭用的交流电 它必须要牵着一条长长的绳子 然后这个去接触这个电源 那另外一个是来自电池 你可以装设电池进入闪光灯里面 这个是属于直流电 那也就是说 小型闪光灯你可以选择交流电 也可以选择直流电 那交流电通常来讲 取得比较容易 有插头就可以用 但是呢 需要跟着一条很长的电线来连接 那行动上面就会受到牵制 那直流性 直流电的这个机动性 当然就比较高 但是呢 它蛮好电的 需要常常换购电池 好 那有的闪光灯呢 只有直流电 有的闪光灯呢 就会让它直流电跟交流电都可以同时使用 这个直流电是装电池 交流电会有一个插孔的一个部分 使用直流电源的闪光灯 它的电源可以取自干电池或者是续电瓶 所以当你要做长期拍摄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购买一个续电瓶来连接 好 来连接 好 电池呢 需要一些特别的注意跟关照 好 当闪光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时候呢 通常首先要检查的便是电池有没有电 好 那当然这边也顺便提醒同学 如果你这个闪光灯用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电池取出 好 不要让你的电池留在你的闪灯里面 好 这样子可能不小心因为温度的变化 因为长时间的一个关系 好 那呃 如果你的电池漏液的话 好 里面的这个液体漏出来的话 那就会损坏到闪光灯 好 那这个部分是要非常注意的 好 下面我们来谈引发装置 引发装置就是电路的部分 好 引发闪光灯的释放电力的信号呢 通常是来自相机跟闪灯串联的一个电路 串联的电路 好 那由于电路的连接点呢 通常是位于相机的顶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最常提的就是热穴 好 就是这个电路的连接点 热穴 同时呢 兼具插座跟闪光灯直接接通电流的一个作用 好 所以呢 哎 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一条连接线 好 让这个闪光灯不一定直接是扣在热穴上面 他可以扣住一条这个连接线 让闪光灯的位置 好 比较可以有所不同的一个变化 好 那热穴上面呢 如果只有具有单阶 单阶读点的方式 那可以引发任何任何一种闪光灯 不具有全自动的模式 好 但是可以使用半自动的模式 好 再讲一次 如果你连接点上面只有单阶读点的 好 只有一点的 那就可以引发任何一种闪光灯 不具有全自动 但是可以具有半自动的模式 好 所以也就是说 你去买闪光灯的时候 不要左看右看 你发现 哎 那该有的模式都有 那一定可以全自动 好 这个部分不一定 好 底下呢 我们就开始跟同学谈接点跟热穴的部分 好 多接点的热穴呢 刚刚前面那一页是讲到什么 单接点 好 那多接点的热穴呢 通常都可以使用该相机专属的全自动闪光灯 但是呢 并不是任何厂牌的全自动闪光灯都可以配用哦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应该参考这个说明书或者直接把你的相机拿到相关去配适合你的闪光灯 好 那另外呢 大多数相机也都配备同步接线插孔好那利用同步线的一个方式可以跟闪光灯连接好那他作用跟热穴的接点也是一样的好那有一些线呢也可以直接从热穴的接点 好连接出来好那有一些部分好有一些设计上面呢我们可以利用相机侧边或者是这个啊底边的一个连接连接点的部分来做一个连接的动作 好底下我们跟同学谈的是同步跟手动操作的部分 好闪光灯同步设定怎么样去做同步设定我可以去做到全自动呢 好这边就跟同学分享使用该相机专属的闪光灯而且设定为全自动模式的时候呢 应该把快门的速度定在P或者是A的符号上面 好把快门的速度固定 然后呢快门速度固定了以后好你就可以去转动好转动你的光圈好那如此相机就会自动切换在同步快门的速度之上好 好以利闪光灯的一个拍摄好在相机的景观窗里面呢大概都会有一个特别的记号来告诉你说同步的快门速度已经设定了那并且呢闪灯已经完全充电了好那除了这些符号以外通常来讲相机上面你也可以特别去看到说哎那我闪光灯 闪的到底够不够好我会不会因为距离太远闪不到好或者是呃讯息上面也会告诉我哎那经过好你的设定以后好宽门自动之下宽门固定之下那光圈是多少值好光圈是多少值 他这边都会给你一个判定的数值好让你去决定甚至EV的部分好你也可以去判定他好借由数值来判定他要不要去做一个调教的动作好闪灯同步标示好机身的快门设定环上面呢都标示有闪光灯同步速度那例如呢 左下角的图上面你可以看到250是红色的哎你就会问我250为什么是红色好250以下的快门6030等等好往下走从250往下走他告诉你说哎大概都可以使用闪光灯同步好所以呢哎你也可以去设定好你的快门是250以下的数值好那你可以去 去做一个同步那或者呢使用全自动模式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快门设在P或A上面啊P或A上面啊那这样子呢有利于这个啊我们闪光灯做自动同步的一个方法好那闪光灯的手动操作上面啊有几个啊有几个这个步骤啊这边也跟同学分享 第一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呢在相机的动力接触点上面装好闪光灯啊在热靴上面装好你的闪光灯第二在对照表上面设定软片的感光度啊这个是手动操作的部分啊在对照表上面设定软片的感光度啊第三个在相机的快门速度设定环上面 设定同步速度啊设定同步快门好设定同步快门好那这个时候你说同步快门在哪里就是在转动镜头的对焦环上面对焦在被设物体的身上好好如果啊如果对焦以后刻度线所指的距离是5公尺的话那意思就表示 散光灯到被设定在被设定在被设定在M的模式啊那设定在M模式的时候呢对照表上面就可以找到光圈值跟距离值之间的相互对应性再去移动你的光圈值好假使闪光灯的光量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 一十六分之一等等输出选择的时候呢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最好不要使用而比较常用的是全开负的模式负的模式那你说那二分之一这些东西用不用可以用通常来讲这几个模式的使用呢都是在近距离摄影的时候做补光或者是采用比较特别 高感度软片的时候来做使用的好闪光灯谈到这边大概跟同学告一个段落这个单元呢希望同学对于闪光灯已经具有基础的认知了好空间摄影与应用这个单元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